我梦听 我梦听 甘的党 奈冲地 国民党立委杨琼英 在议场中间唱起歌来 这不是什么联谊会或才艺表演 议程上明明是行政院长 施政报告的时间 但国民党团又霸占议场 书正常道歉 乘其中下来 要价三万元的保利龙珠 继续用个购本 加上级念人形立牌 国民党团要求苏正常为美珠进口道歉 否则不准上台 继周二杯葛了一个上午 周五又上演相同戏码 一整都被打很长的时间 漫长的一天 是国民党立委轮番上台演讲 内阁阁员只好通通在座位上办公 直到中午过后 整个异常闹空城 国民党团留下人形立牌和一只猪 其实为了美珠进口 国民党花招竞出 可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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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是直询陈时中疯狂跳针挑衅 还有立委徐志荣提案 立法院订便当不能有莱猪 立法院要怎么吃 应该是由立法院这边自己来决定 不得杯葛意识 各种脱序行径 让苏正常忍不住 重炮痛批 邀请我来 又不让我报告 这是傲慢 不敢跟我面对面寻打 这是心虚 霸占了主席台 却坐领高薪 人民一定不满意 一周只有两天 是隔魁道立院报告 结果两天都在国民党的杯葛 自拍秀才艺直播中度过 意识持续空转 损失最大的恐怕还是纳税的 全体人民 三十三流行 张慧琪 H小组 看不到